三种元宵馅 看看我给做成了球了 五仁的 豆沙的 椒盐的 这个是五仁馅 椒盐馅 豆沙馅 这摇元宵得有耐心 咱们摇的时候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元宵要现摇 现卖 现煮 现吃 这个糯米面 会很容易坏 很容易酸 它不好保存 摇完了以后 你搁在冰箱里搁一两天 那就不行了 老北京元宵 那都是早上起的现摇 当时都当场的摇 现在我看好多 现在也是 现在大家也都是现场摇 但是如果说 你要是提前摇了以后 搁着 你上午摇了 你晚上再买去 有的时候都酸 第二天肯定就是酸了 所以一般都是现摇 现卖 前两天我看他们的团购 团元宵 我看他们那有从波伦多的团 团的温纱来 我当时就想到一个问题 这个怎么保持它不酸 而且还要新鲜 你要一团购 这个就大家都知道 你想这在运输 在那什么那 就不知道得多长时间了 什么时候做的了 我理解 如果它要能保持 这个元宵到这来 不酸 我想面里头肯定是加添加剂 加原料 你像咱们那自己家做 一定没有这个添加剂 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 国外买元宵的时候 能不能保证新鲜 我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 大家可以在家自己做 新鲜 这元宵本身就要吃一个新鲜 明天就是元宵节了 所以今天再给大家做这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的摇啊 站五六四 差不多就像这种形状 大家看看这个圆度也够了 大小也合适 我喜欢薄皮大馅 我不喜欢太厚的皮 好了 这就齐了 我这元宵呢 自己吃 还给朋友 有在这的北京朋友 哎 喜欢吃这口 大家看看这个大小 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问题是出在哪了 就是我做的馅 可能不是绝对的大小一样 现在煮的呢 大家看这是五仁的 这个几种馅全是我自己做的 啊 我喜欢薄皮大馅 看这皮都薄 沾五六四水 看着效果 而且口感特别糯 特别的松软 啊 羽毛 啊 晒辰 这个 bosses 我 他的